大家好,我是宣敏器 今天跟大家講講三分鐘視頻 今天點題四個字 應升就升,相對昨天應跌未跌 先講講會,今天講會走勢就威水 早段其實未見那麼厲害 大主要200點升幅到水水落落 但午後回來不同了,很有法力 升幅一度超過600點 最後稍稍回一回報收 但都進漲511點 收21966,成交增到833億 今天做好騰訊,昨天威水騰訊 今天再見一工,突破了升3.2% 加上中資股普遍向好 特別是中資金融股,每次都升 其中內險更加厲害 包括這隻角首,升3.7% 至於其他,今天升得比較厲害 就是豪賭股 都有些貢獻 夾掛明明將市推上五百多點 今天節目一直提及,估計的市場是透氣後再升 今天果然再升 為何再升呢,原因是上證指數的幫手 上證指數今天升5% 從上3100點 為何升得這麼厲害呢 有些原因可以解釋一下 第一個就是,市場有傳言 管理層暫緩清理配置 因為昨天市場上證指數飛起 有消息說,管理層清理配置 即是股仁股 今天暫緩,昨天沽了一點 今天暫緩便升 第二個,技術性的說 上證指數今早不斷試3,000點的支持 即是淡妖不斷攻3,000點 但對它不下 結果下午,好有為反攻 將指數推上去 最後一個小時,就扯幾個%上去 帶動港股上揚 港股終於頭氣再升 但問題是,會否再升升 升勢會持續 初後看,機會有的 而且不小 可以從幾方面說 一方面,市場開始越來越多聲音 就說,不太害怕美國加息 其實最後的結果才知道 星期五才知道 因為今晚才開 明天開,連開兩天 星期五在香港才知道 但大家越來越覺得 對經濟,對港股 或者中港經濟的影響不是很大 其中一個想法就是 今次 美國加息應該對經濟 對美國經濟不會太大打擊 因為 美國聯儲的加德 就是相信 他們經濟好 不用對加息的影響可以頂得住 特別是 昨晚美國出的數據 零售消費數據 是增長0.2% 連續兩個月上升 連續兩個月上升 更加的背景之下 就是環球經濟 因為七、八月全球股市 減少不減跌 整個形勢好像很弱 但美國消費者仍然大破欠囊 不斷花錢 始終私人消費是美國經濟很重要的部分 美國消費者繼續花錢 大家對美國經濟信心加強了 所以越來越多聲音 即使美國加息 反而有好事 顯示聯儲國對美國經濟的信心十足 甚至乎是不怕環球經濟不行 這變成了壞事變好事 第一個 第二個 中國經濟更加不得了 因為有外匯說 一旦美國真的加息 最能夠頂得住美國加息的壓力 反而是中國經濟 為何這樣說 原因很簡單 錢的問題 中國有外匯儲備3.56億美元 一旦加息 美國中學經濟應該頂得住 不用怕 消息越來越多言論 當然對中港股市是一個好的影響 與此同時 從另一方面看 跨市場記者分析來說 好像有好一點的微笑頭慢慢出來了 一方面匯市 昨天提到美元指數 美匯指數繼續弱弱地 仍然受制於下降跪 對新興市場利好 與此同時 反映風險為立強弱的美澳元 向上 7.0.718多 挑戰下降跪 反映風險為立強了 指 新興市場股市普遍靠穩 其中是韓國股市 突破下降跪 挑戰50千線 總總的跡象顯示 好像環球股市 環球的資金市場 都是迴暖的跡象 在此情況下 本身已經 似似地營造投肩底的國企指數 和衍生指數 很有機會 成勢就破了上去 換言之 休息之後 再升的機會 就是上升 時間關係 今天分析大致 多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